爸爸去哪儿6被爆新名单?17岁台湾鲜肉男神出现了 爸爸去哪儿6被爆新名单?17岁台湾鲜肉男神出现了 据台湾媒体报道,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第5季因为Jasper,恩亨,小炮芙,Lily等萌娃掀起热烈讨论 网友从结束那一刻起,便开始期待下一季的到来 近日传出节目导演组已经开始考察拍摄景点,开拍应该指日可待 也因此网络上流传了一份新的嘉宾名单,而当中竟然出现年仅17岁的陈丽农 2017年底曾有爆料微博列出第6集的可能嘉宾名单 包括周杰伦和女儿Hathaway,黑人和飞飞翔翔,贾乃亮和女儿甜心,邓超和儿子等等,女儿小花,名单在网络上热烈讨论 粉丝激动形容这收视率要爆炸了 不过名单太过梦幻,多数网友认为实现的可能性太低了 四个月前又有网友爆料欧汉生及女儿周周才是节目人选 照片钟摆板上贴住他及妻子孩子的照片 最上方两个字嘉宾尤其显眼 下方还用黑笔介绍他的身份是主持人、歌手、综艺咖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,最下方还有一行语步步 没有好友 不过,欧迪先前曾说不打算带女儿周周去爸爸去哪儿 妻子郑云惨,布丁,也不希望女儿参加 近日爆料名单又更新 完全推翻了先前的传闻 网友更称这是最终名单 据传有张丹丰及女儿张希同 宝贝尔与女儿刀可爱 赵文卓和儿子赵子龙 王立心和女儿王维一等 但最受人瞩目的竟然是名单中出现刚已9% 9% 出道的陈丽农 据传会作为实习爸爸在节目中亮相 只是陈丽农今年才17岁 粉丝戏称 根本是孩子带孩子 不过名单的真实性究竟有多高 目前官方并没有进一步的说法或证实 一切还是得等到官方宣布 但可以确定的是 陈丽农人气真的很旺 传言一出来后 诸多粉丝都在问 真的有陈丽农吗 好激动 还有粉丝戏称自己才4岁 希望能跟他凑成一对 期待值远超大众想象